根據這段時間不時傳出中國的億萬富豪 紛紛潤出中國或是把資產從香港轉移到東南亞國家 像是新加坡等地 不過現在卻有消息表示 有部分的中國富豪準備把資金從新加坡搬回香港 有經濟學家表示 因為近來大型洗錢案件不斷發生 新加坡政府開始採取收緊的態度 更認真地審視海外資金的活動 有些銀行正在重新審視部分客戶的金錢流向 尤其是在新加坡的中國富豪 所以經歷過去5年來大量富豪離開香港 現在人又回來了 今年的香港預計將迎來200名高淨職人士 其中有部分原因也是 受惠於當地家族辦公室的稅收優惠 以及簽證居留等措施 像是在2023年 香港管理資產成長了2.1% 達到31兆港幣 大約是新台幣130兆元 當年資金的淨流入 也提升超過3倍 達到將近3900億港幣 其實目前香港 基本上還是遵循北京當局的指令 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2022年出訪 沙烏地阿拉伯與中東國家 簽訂各種戰略協議的時候 香港政府也跟進 積極吸引來自中東地區的資本 試圖分散佈局 改變市場重心 同時也填補歐美市場出走後的空缺 除了中東資金 俄羅斯也受到 因為受到歐美的制裁 也透過香港讓資金得以繞道避難 如今中國國內經濟持續滑坡 人民幣貶值 香港這個對外窗口的角色 格外重要 資產管理業界人士就說了 只要中國資本市場持續封閉不流動 香港這個連接世界的窗口 就必須保住 有金融學者預測 未來財富管理的趨勢 可能會是把家族辦公室或投資賬戶 放在新加坡 但在香港管理操盤 不過如今的香港政府 終究還是必須跟著北京的政策走 相對強硬的管制力道 對於金融市場的自由活動 是否會成為阻力 以及香港的金融制度 是否能為中東市場 盡快做出配套的改革 目前都還需要繼續觀察下去 以上就是這節的環宇大話題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